好来看到由花莲市节约街的艺术空间发起 疫情后睽误两年迈入第六届的 益域2023 Army Go系列活动 14号起的一个月 邀请了六位的艺术家来进驻六间的商家来展演 那么期间还有工作坊、讲座和街区导览 透过艺术串联周边的商家 从旧铁道延伸花莲铁道文化园区 期盼让民众在街区和艺术不及而喻 也为商家生意注入、创意活力 以西班牙语Armigo朋友之意发起Armigo艺术活动 疫情解封后终于再度启动 由节约街的花莲日日好地下艺术空间发起 今年加入梨方文化共同策展 串联周边商家 第六届一域2023Armigo 邀请六位艺术家在六个空间展演 14日正式揭幕 开幕首日快闪铸电创意市集 邀请十个在地手工创作者 在花莲市节约街和博爱街 甚至跨越中正路到一星街和大宇街 以抑郁为主题 时间民众在街区以艺术不及而喻的精神 也为商家的生意注入创意活力 2020年办了第五届 后来疫情的关系就停了两年 金平高兴在疫情后 我们可以再持续办Armigo Armigo主要是花莲日日 还有花生客厅 还有就是老地下 一起共同主办 那主要的用意还是希望说可以透过艺术活动来活络街区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 你会发现说在节约街区其实开始变加开始改变了 甚至也看到说人潮好像相对以往是比较少了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在疫情后让这个街区可以再重新复失 那也发现说在今年尤其是今年 包括花莲文创园区还有节约街区 其实慢慢的有一些店家 还有一些艺文单位开始进驻还有展览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共同策展人花莲日日负责人苏肃敏表示 第六届除了花莲日日好地下艺术空间 还有慕容、欣慰酱油以及首届响应至今的咖啡铺子 加上花莲铁道文化园区二馆华神客厅 都是耕耘五届后 业者从观望到投身加入的成果 1月2023Armigo结起至11月13日 除了朱电展 六位艺术家将陆续开办工作坊讲座 周末还有油车展人领路的街区导览 更多活动详情可上脸书粉丝专页 Fall in R一起生活 记者蒋帮燕华联士报导